好 我們就來看到呢 這個整個的事件 是不是這個柯文哲呢 是對於這個金華城是不是有放水呢 現在有一些的關鍵出來 什麼樣的關鍵呢 這是許淑華在領書上所貼出來 他破解了一個協議書 認為柯文哲是有放水的關鍵 包含什麼呢 包含這個綠建築標章保證金17.5億元 還有智慧建築標章保證金35.15億元 還有耐政標章保證金35.15億元 其中的一個這個要件呢 就是領的執照之後兩年之內 就取得了這些的標章 好 我們就來看到他怎麼說的 他說這個協議書啊 各系項的規定 實現 回饋呢 都非常的寬鬆 甚至呢允許呢先蓋完之後呢 再來履約 他說這個金華城呢 可以取得使用執照之後的兩年之內 用綠建築 耐政這些標章 來取回保證金 也就是說呢 柯文哲 替這個威京集團留了一個後路 可以先把整個的商辦蓋到完工之後 再來處理履約的問題 好 所以許淑華認為說 這個百億 榮基 獲利呢 蓋成了實際建築物之後 有許多的責任跟產權的問題 都會變成的更加的複雜 那麼到時候呢 北市府 不管是想要拆除 或者是要追討榮基 要求要回饋 追討不乏所得 這些都變得非常難以執行 所以呢 許淑華認為 就是柯文哲留下來不能說的秘密 一份對財團無限體貼的契約 這是一個對市政傷害巨大的爛攤子 甚至呢 他認為說這是什麼呢 這是喪權入國的割地條款 好 我們看到呢 整個事件呢 包括了這個台北市議員 簡書培也認為說 是先給了證照 才簽了協議書的這種做法呢 柯文哲跟市府 根本就是在服務到位 為什麼呢 看到合法建造 2022年的10月18號 那協議書生效日期是什麼時候呢 就是當年的2022年的11月6號 他說怎麼可以這麼的服務到位呢 讓金華城市先射箭 然後再化吧 先上車 然後再補票呢 不過呢 鼎月開發也澄清了 說這是跟事實不符 是有誤導檢方偵辦之嫌 那雙方的協議書生效日期呢 是2022年的10月6號 但後來呢 這個北市府 在在2022年的10月18號呢 合法的建造 他認為說 對於這個簡書培之以呢 這個協議書的封面 還有最後一頁標示 是2022年的11月6號 那北市府呢 已經說明這是日期的物質 所以認為他說這是物質了 但是我們來看到 這個媒體人鐘年晃認為說 當天陳佩琪給大家看的 帳戶名這個明信呢 非常巧妙的 遮住了後面的備注欄 反倒是呢 自己的手寫家住 那有沒有可能是 柯文哲想要買股呢 這是他有一些的疑問了 那他說呢 客家光是在8月呢 就除了總共有1000多萬元 而且都是在搜索前 就已經處理的帳目 他說那個金額看起來 有一點像是在買房子 所以呢 這個鐘年晃呢 他就認為說 是不是這個林街小宅 是不是已經買了呢 所以呼籲呢 陳佩琪是不是應該要出面 來說明 好我們看到呢 前立委郭正亮也分析說 如果北檢呢是 查到了特朗澤這個首次 積壓期滿兩個月之後 還沒有查出來金流 那對價的關係 那就申請延壓 這個案子的引爆點大概就出來 那郭正亮認為說很難講 不會出現政治的動作 柯P積壓滿兩個月 對要有結果了 那如果金流對價還是沒有 沒有個結果 那你要不要起訴 你要不要放人 交保放人等等 那如果北檢在 如果北檢白目 就是說他完全不考慮政治 只考慮法律 那北檢當然 法律上他有權力延壓 可是這個在政治上就是一個風暴 就是那你到底還要查什麼 如果金流對價都查不出來 然後你還延壓 那個我認為會很難看 而且你不要低估 柯文哲會做什麼事 你不要低估 這個柯文哲也是 很有黨外歷史記憶的人 你不要忘了民進黨出過 施明德跟舒志芬 他在激烈的時候就是絕食 我給你造成一個政治超大的僵局 民眾黨我跟你保證 第一次開委員會 就集結到司法委員會 來問他們 因為你不要忘了那個誰啊 那個邢泰昭啊 我們檢察總長 在半年前 當著黃國昌的面 說偵查被公開 讓他痛心疾首 是啊 我看你怎麼回答這個 立立在目 你看連這個之前超級綠的 那個律師 他都特別講說哇 有這種事情喔 北檢可以自己這麼快 好像差不多一個多禮拜 就做出一個結論嘛 認為說我們沒有外洩 他說有這種事情 那你也可以請民眾黨去查 柯文哲有沒有圖力嗎 他這次真的做得太糟糕了 而且早上約談馬鈺文 那下午新聞稿就出來了 林志群我想起來 因為這個律師我們過去通常不引用的 林志群自己超級 對超級律師喔 他都出來講這種話 我就覺得 怎麼了 林志群有 不是啦 因為他明顯自相矛盾 對 他說他完全是因為 根據他的採訪經驗 然後自己做的結論 你怎麼可能講出小省 1500審慶金這種結論 這種不叫做結論 這種叫做料 這個就是 各台的資深司法記者 都拿不到的資料 對 這個哪裡叫做 你回家自己做做結論 看看莎莎節目 看看別人的報導 你就可以做出這個結論 小省1500 開什麼玩笑嘛 那還有另外一個是北院 北院他的裁定書 有簡要版給我們看的 還有完成版 鏡周刊 引述 引述全文欸 對 這個怎麼可能是爆料 對 怎麼可能做出結論 這一定是你看到了嘛 不然你怎麼可能 所以我說北檢那個新聞稿 把自己的公信力全毀了 對 所以那個民眾黨是用語很 很很很沒有那麼尖銳啦 不像本人喔 本來那天當場還把他新聞稿撕碎 還拍桌 那天這個所有動作都來了這樣 連我們那個小編都嚇一跳 那 那個小編幫我再印一份 那個北檢的新聞稿 我要再看一次 民眾黨只講 求援監裁判對不對 所以我跟你講你就那天 去看有多少民眾黨的人會到司法委員會登記吧 一定的啦 就把你轟死 我們看到現在呢 檢連持續在追查金華城案 當時呢 柯社府疑似在容積率還沒有核定之前 就核發了建築執照 台北市議員游淑慧跟檢蘇培呢 都質疑說 這就是呢 先射箭再畫把 想要趕在任期結束之前替金華城案 來護航過關 而在藍綠齊弓的情況之下 立委王世堅在民進黨中常會中表示 民進黨不要特別追打 他說不要給別人有見戀欣喜的感覺 而是呢 要讓司法去辦 人民去檢視 而黨主席賴清德也呼籲 應該這個要閉案呢 交給議員監督就好 案件現在進入到的司法偵辦了 黨內評論課問者部分 應該適可而止就好了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 編緩肌膚老化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包圓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膩 我特別喜歡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你 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Royal Care 燙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引發 Cette場版很少 通常 TiShow 帝武的 放不是 這個 我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